大家好,我是中国药大学精神医学与神经科学的教授 小安南医院的书冠病医师 欢迎大家3月20号到马勒协会 来聆听我的讲座 由荣格精神分析谈马勒的创作 马勒的一生都在面临失去至亲的创伤 心爱的人的离开 自我认同的危机 跟生死存亡的议题当中挣扎 那么在上一次的讲座里面 我跟大家介绍了马勒 弗洛伊德跟精神分析的关系 那我也试着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理论呢 来探讨马勒艺术作品中 跟作曲家的精神观能症的关系 那也进一步探讨性的动机 在他的内心冲突中所扮演的地位 如果各位有兴趣 可以到我的部落格去搜寻 马勒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的这一篇文章 那就是上一次演讲的一个整理 马勒的作品显示出他对死亡议题的这个迷恋 那么事实上他一生也受到精神观能症的痛苦 生命中也有许多的危机 那么这也就是说 他跟弗洛伊德的一场会面呢 在音乐史上也好 或者在精神分析史上也好 大家都充满着兴趣 两位大师的见面呢 在历史上不可思议的完成了一段 成功的心理面谈 那么在2010年德国的电影导演呢 也用虚构的情节来描述这一段精彩的经过 这部电影叫做Mugler of the Couch 故事发生的时间就是 马勒丧女之痛 然后Alma外遇危机的这一段时间 马勒虽然意识上面原谅 但是他的潜意识的冲突却越来越激烈 产生非常严重的身心症状 那当弗洛伊德跟马勒开始面谈的时候呢 马勒还是产生非常非常多的抗拒 那电影一开始就是在描述 成功的治疗师如何化解病人 在治疗上面的很严重的阻抗 电影借由 弗洛伊德的四个小时成功的疗程呢 弗洛伊德本身也基于这个医病的这种隐私 也从来都没有透露 所以只能透过编剧跟导演的想象力 来编织这一场两位大师的事迹智慧 弗洛伊德的学说虽然伟大 也影响了整个世纪的文明文化跟思想 但是呢 他从来得不到诺贝尔奖 因为他的学说是没有办法被证实 只能从现象里面呢 利用他的学说去说明 所以既然是学说呢 后来就有越来越多的潜意识 精神分析的学说被提出来 那么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容格 所以在同样的一个现象学上面 同样的病理学上 或者是同样的一个创作 或人生的经历上面呢 从容格的角度来探索呢 就会有不同的观点 弗洛伊德认为 一个人应该强化他的自我 让他独立于超我 并且克服原我的冲突 但是容格则认为 这些潜意识的冲突 并不需要去克服 那么他认为在自我探索 潜意识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对于我们的persona 我们的假面 应该更具有弹性 而且我们要包容我们的shadow 跟我们的anima 跟animous 内我 这种潜意识的人格成分 那么这种差别蛮类似于 西方跟东方两个思想体系的差别 那么事实上也是如此 容格很多的这种观念呢 其实是来自东方的文化 容格的学说跟马勒的音乐呢 都具有一种令人非常厌恶的吸引力 很多人一开始都不喜欢 但是就会越来越喜欢 到最后变成成蠢 作为一个医师呢 容格他不会从事实或实体的基础去出发 他把感受得到想象得到 本能的冲动 非物质性的创造呢 他都认为是存在而且是重要的 那么这跟传统科学的训练者 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困惑 那像集体潜意识跟原型他并不能证明 可是呢 却是容格心理分析里面最根本的部分 那容格也很喜欢讨论灵魂啊 神灵啊 炼金术啊 占星术等等这些超自然的现象 那么他也从东方的易经 还有一些 一些经书呢 去得到启发 那这个对于理性思考的人呢 会觉得非常的排斥 那另外容格的私生活上面呢 也对于病人 女学生 情妇的议题的界限呢 相当的模糊 所以这个也会让道德主义者呢 觉得非常的愤怒 因为容格在非理性 非科学的议题上 非常的包容 所以呢 他在艺术上面跟文学上面 还有很多人生的议题上面呢 就显得非常非常的有用 所以容格的学说 不管在死亡的议题也好 或者是在存在的议题也好 都被运用的相当的深入 那也是现代人呢 所谓追求价值 追求人生的方向的时候 显得格外有亲切感 说到死亡这个议题呢 马勒对于死亡的主题呢 显得格外的迷恋 那他这十首交响曲 有十首的精神的自传 那更是十首呢 存在呢 跟死亡之间的交战的史诗 从第一号交响曲的送葬进行曲 用开玩笑的方式呢 从民歌 两只老虎里面呢 去改编 那演奏出这种悲哀厌世自嘲 伤感的人生 第二号交响曲呢 再补出这个 葬礼进行曲 跟地狱的回弦曲 那在第四号交响曲 马勒把死神请过来演奏 那把众人引向天堂 第五号交响曲呢 则用这个送葬进行曲 来引出很有名的 最美的情书 那马勒的第六号交响曲 他用一种带有恐怖啊 怪异的这种死亡的舞蹈呢 来业余这个被敌人攻击 多次倒地而死的英雄 再来的第七号又出现 死亡之舞 那紧接着是 第九号 描述死亡者预感的那种悲怆 和绝望的这种诀别 却伴随着魔鬼的这种 戏虐啦 狂欢啦 骚扰的这种情境 那么最后呢 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大地之歌 用一种很超然解脱 客观豁达的角度 去重新面对死亡 那当马勒真正放下 他婚姻上面的危机 给予他心爱的人最完整的自由 那么他同时就带给自己心灵上 全面的自由 所以我们看到他在生命中 最后的九个月 即使经历到人生 生理上面最最大的苦痛 但是他的心理呢 却获得灵性的满足 马勒最后在大地之歌里面呈现的存在观 跟容格的存在观呢 是在容格的集体潜意识理论当中 当我们认识自我 打开自我跟本我的联系之后呢 这种自我的毁灭 其实是会带来自我的重生 那么在 而透过精神分析产生的自我探索的过程 而培养出来的韧性的心灵呢 其实就是唤醒精神重生的一个契机 容格认为超越个体潜意识的原型 进到集体潜意识的大海 那这可以让个人的心灵呢 超越死亡 然后重新定义存在的价值 那么让心灵呢 走向更深刻永恒的状态 那说到自我探索 我也要来推荐最近一部 动画片叫做Soul 灵魂极短弯 那他用一种 很可爱 很亲切 很活泼 很愉快的 这节识夜跟灵魂乐的这种氛围 来描述探讨 非常生硬的这种存在的问题 那我觉得整部电影所要表达的是呢 生命的满足 也许并不是对外追求 人生的目的啊 或使命 而是用比较全然开放的自我察觉 去向内探索 然后带着好奇心跟慈悲心去 专注于当下 活在当下 然后体验生命中的火花 那么这应该也是自我探索之后呢 一个健康的大脑 想要达到的一种状态 或一种境界 从马勒的音乐跟他的创作灵感 这个例子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 弗洛伊德跟马勒有很不一样的诠释 那从容格的角度来看 艺术作品不一定需要是作写家或艺术家呢 一种精神观能症 或者是一种精神病理的表现 那创作的动机的来源 也不一定是性方面的冲突 那它更有可能是追求神圣性的存在啊 自我啊 或者是欲望的一种解释或者解脱 那也可能是对人类的更生存经验的一种渴望 那我希望大家如果有空的话 也都可以来参加3月20号 马勒爱乐协会所主办的这场座谈 谢谢大家